是什么让你被商人所欺骗? 是什么让你自我膨胀? 是什么让你的主管总是能写? 这就是今天要讨论的主题 框架效应 欢迎回到文春说书 嗨,大家好,我是Vincent 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名叫做《框架效应》 作者是首尔大学的心理系教授崔仁哲 他原本就读于工学院 后来因为追随兴趣而改读心理学系 毕业后前往美国深造 他笔下了这本《框架效应》 因为创新的观点和发人显示的内容 被奉为韩国的心理学圣经 而我自己读完之后 非常惊讶作者可以将生活中的各种面向 都套用至框架当中 其中许多章节 似乎自己有种被看穿的感觉 而我在这边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框架 框架有点像是全部人都在同一个房间内 却用着不同窗户看同一个世界 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购买行为 如何审视自己和别人的差异 以及如何用现在的自己 看待记忆中的自己 都会因为用不同的框架 而有所不同 等不及一窥这其中的内容了吗 那我们首先来看 消费与框架 It's sunny day 写作文会说风和日丽 今天是个大晴天 却是个上班日 Ashley坐在捷运上 用手机翻找的健身房的资讯 自从他穿不下男友送的牛仔裤之后 他就急切想找个方法瘦身 忽然间 一则广告让Ashley怦然心动 什么 一天只要6块钱 就能拥有健身房的黄金会员 Ashley陷入了犹豫 他开始拿生活中的开销 跟6块钱做比较 看一部电影300块 芝芝芒果一杯90 朱台勾屑尔过个红绿灯就30块了 心想 一天6块我还犹豫什么啊 而且最近又收到了振兴券 结账 刷卡 拿红利 获得开心就是如此简单快速 在Ashley的购买行为当中 我们可以判断出他掉入了零钱框架当中 当我们看到价格是2000元时 会因为价格过高而犹豫 而当平均成每天多少钱时 每天所支付的价格会更接近我们的生活 于是我们就开始跟日常开销做比较 而让这原价高的离谱的商品 变得零钱化 而只要一笔钱被命名为零钱 他就躲不掉不久后被花掉的命运 而意外之财框架 也是我们平常会遭遇到的 我们常常会把从外套中 忽然翻到了钱视为意外之财 在心理上 会把这些钱视为本来就不存在的 所以当花掉这些被视为意外之财的费用时 我们会显得更加大方 更不客气 我一直都是这么优秀的 每个人都坐在小小的隔间里 电话声此起彼落 大家都假装忙得很开心 这也是掏空灵魂的场所 办公室 Ashley因为昨天在看半则指数的最新一集 今天做事起来特别无法专心 而一阵暴风雨 随着脚步声慢慢向他逼近 部门主管达米安 因为Ashley把报告上的数字弄错了 而准备骂他 达米安说着 我真的不意外 从我面试你的时候 就知道你这个人非常粗心 达米安喘口气又接着说 当我在你这个职位的时候 我会将工作做到最完美才交出去 从不会犯这种愚蠢的错误 从上述的办公室日常中 我们可以从达米安的行为里 发现他掉入了现在框架 与过去框架的问题当中 当我们将已经发生的现况 视为理所当然 相信事情就是会这样发展 我们就会认为过去的自己 早就知道了 就像达米安发现Ashley犯错时 他就会说 过去的他早就发现了粗心的征兆 而这种框架 也会连带着一个问题 我们会拿现在的自己 认为对的观念 探用到过去的自己 就像达米安会想象过去的自己 不可能犯这种错误 而人的大脑在回想某段记忆时 并不是像播放软体中的重播按钮 更像是一种全新的创造 不要随便定义我 终于到了五点半 经过一整天的摧残 Ashley在门口等着男友比尔来接他下班 可是 比尔却迟到了 到了六点比尔才出现 上车时 比尔赶忙解释自己今天迟到的原因 Ashley才不管他的解释 劈头一句 你迟到你就烂 比尔气不过这一句 他仗着脸说着 上次我们去吃饭时你也迟到啊 这算打拼了吧 Ashley却说着 自己是因为忽然被老板叫去开会 不是他能控制的 这不是他的错 从Ashley跟比尔的争吵中 我们可以观察到 自己是如何看待别人与自己的 当Ashley责怪男朋友迟到时 他会以不准时 就是不尊重自己的角度来定义别人 而当他被指责时 就会拿出是情境所逼 并不是他本身的问题 用这个行为来合理化自己的问题 当争吵发生时 比起先考虑对方不得不这么做的原因 我们倾向产生出 你就是这种人的想法 这是种用情况看自己 用原则看别人的框架 最审理的答案 回到家后 Ashley正在跟男友比尔讨论着 要不要搬家 比尔想搬去北投 他说那里的房租比较便宜 而且安静 但Ashley却想搬到板桥 他说那里比较热闹 而且交通方便 两个月后 他们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他们选择不搬家了 虽然房东电费收6块 洗衣服还要另外投钱 被坑习惯的租屋组 最终还是败给了改变现况 所需要的付出 Ashley最后选择不搬家 其实就是变化框架 与维持框架的拉扯 在人生中 有许多让人难以选择的情况 是否换工作 是否该换科系 惯然高手是否该练先道 而这种情况下的选择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选择的人 很少将目前的状况 也放入公平的选项当中 而维持目前现况是一个不必自问 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错的神力解答 就会让我们错过生命中许多美好的事物 纵观上述所提到的框架 我们能如何一一打破呢 当我们受到意外之财时 我们可以将这笔钱存入账户中两个礼拜 用一种心理洗钱的效果 使意外之财变成存款 我们就开始珍惜这笔钱 而零钱框架 其实也具有正面的用法 当我们正在思考着 是否带全家人去一趟韩国的滑雪之旅时 常常被一大笔的开销所打销主义 如果用一年的角度来看 这笔钱真的会很多 但用一辈子的角度来看 这笔钱就会变成零钱 我们就会变得更容易接受 这种改变框架的方式 就能提升我们在用钱上的智慧 当我们发现自己正在过度美化记忆时 我们应该自问 当时的我真的是这样的吗 当朋友被一个臭男生劈腿时 别急着骂说 我之前看他这么会甜言蜜语 就知道他一定有问题 当我们用后见之明去告诉一个人 我早就知道会这样时 你应该要问的是 你有没有扭曲你的记忆 当我们发现自己掉入用情况看自己 用原则看别人的框架时 我们该养成一种习惯 我用什么方式说明自己的行为 就该用相同的方式来解释对方的行为 而另一种常见的问题是 我们太常用简单的资讯去断定一个人的个性 如果老板说 因为你是母羊座脾气不好 以至于不敢交办给你重要的任务 你肯定会很生气 但我们却常常喜欢用星座 写行去判断一个人 我们总是相信自己所看到的 就是别人的全部样貌 在下一次你产生出这种想法时 记得告诉自己 你了解对方的程度 大概也是他了解你的程度 如果你讨厌被别人这样随便定义 那你就该知道 别人也是这样的 当我们发现自己掉入变化框架的问题时 应该将目前的状况视为一个中立的选项 当我们正在犹豫 是否换去新创公司的时候 应该把目前所在的科技大厂放入选项内 因为在很多情况下 并不是你目前所维持的选项是最好的 单纯只是因为它是一个 目前就是这样的选项 该离职创业吗 该做一些人生中的重大改变吗 记得将你目前的状况 视为一个中立选项 才不会老了之后 后悔自己一时的偷懒 而落入这种框架的人 也很常会对未来框架有错误的想法 如果要你回想 你这辈子最后悔的几件事 我才会是那些没做过的事 没参加的毕业旅行 没有好好陪亲人度过的美好假期 没有告白的女孩子 但要这时候的你 为之后更好的生活做些改变时 通常会因为怕做了什么事而感到后悔 我们相信现在不存在的负面事物 会因为在未来选择改变而存在 所以短期来讲 我们害怕做了什么事情而感到后悔 长期来讲 怕没做什么事情而感到后悔 所以说 开始做些别让未来后悔的事情吧 不论是跟家人的旅行 还是没尝试过的改变 都能让你在未来 满意现在的自己所做的决定 这本书中 谈到了幸福工作的意义框架 让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能快乐工作 也用肺炎的案例 谈到为什么人们总是忽略自己对外人的影响 而如何获得幸福的人生呢 书中所谈到的比较框架和体验框架 能让你的价值观焕然一新 总的来说 框架就是每个人 看同一件事情的不同脉络 当我们体认到 框架所带给自己的限制 我们就会开始变得谦虚 知道自己看一件事情的角度 不竟然是正确的 才能让我们拥有打破框架的勇气 是否幸福与快乐 端看你有没有胆势 跳出自己所深陷的框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